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路德照哪儿你所说的去做了 结果呢 得到什么结果呢 十一节 女儿啊 现在不要惧怕 凡你所说的 我必照着行 我本成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 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 明天早上 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 就由他吧 倘若不肯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阿启示 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你只管谈到天亮 答应啊 求恩成功了 哇 法师说 好 我要接受你求 我要接受你这个求 但是呢 犹太人都是要从至亲的那一个先讲的 除了我以外 有一个更亲的亲属 先遵求他的意见 所以他假如肯 就让他娶你吧 他假如不肯 我才来娶你 哇 非常有秩序 所以呢 路德安心了 他安心了 所以他们照这个方法就去修行了 等到天亮他要回去的时候 这个婆阿苏 就用了六波旗的大麦 让他的裙子 装了这么多的大麦回去 看他的婆婆 他说 你不要空手回去 就给他六波旗的大麦 不可空手回去见婆婆 这也是我们常常用来说 对人要有礼貌 有礼貌的来往 去探访人的时候又会带礼物啊 就是这样 都有一个 然后我最记得是神所说的 不可空手朝见你的神 所以这是上帝要我们带着祝福 也带着祝福的礼物去给人 那么回来报告给婆婆听呢 婆婆安心了 她知道上帝在带领了 所以她给路德的回答真太美了 就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 婆婆说 女儿啊 你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那人今入不办成这事 必不休息 哇 这个老米真有信心哦 好 一件事情 该做的程序做好了 就不要急了 这个叫交给神 神成就一件事 都有双方面的 他要做的跟你要做的 路德照哪尔米的指导 一步一步去做这个预备工作 做好了 现在是做什么 等候 没有说 这样不放心 赶快再找一个亲人 去给这个 波阿苏说好话吧 或是路德 或是这个哪尔米自己 去向波阿苏说 我这个媳妇是多好 多好 你要娶她 你会祝福 有没有 没有 观点就在这里 你知道吗 我们期待上帝替我们做事 但是我们喜欢插一脚 该准备的 该做的程序做好 都做了 损下是什么 等候 女儿啊 你只管 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让人不办成这事 必不休息 哇 预言来了 他说放心啦 路德 现在就是乖乖的 安静等候了 不必做什么了 不必做什么 其中在做什么 祷告了 就祷告主 然后赞美主 说神啊 感谢你 你必照你的美意 来成就这个事情 感谢你 我相信你 我现在就是安静等候 在我们凌晨进步的时候 这件事情比较容易做 但是凌晨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喜欢说自己插一脚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再推一推 不需要的 这是我们要学的 上帝已经证明他在做工 对不对 怎么会让普罗斯这么喜欢路德呢 这是神做的工 我们就要放心等候了 普罗斯已经答应了 就是一个程序的问题而已 等候 你只管安坐等候 你把这一句话记起来好吗 讲你灵修清静主的时候 神常会启示你该动或是该进 该走或是该停 这是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 但愿你能够有这种信心 安坐等候神的周围 赞美他 不断地赞美他 敬拜他 神儿我相信你会 你是成就一切的神 我信靠你 灵力到张尽就是这一个等候的确据 你的灵命成熟的时候 你会少做自己的做法 会等候神的周围 神祝福你 恩主感谢你 赞美你 你这样的爱我们 你有你的美意 你有你的引导 你有你的计划 祝福今天的听众 多少人在等候你 为他们做事 也多少人在仰望你 等候你做事的结果 主要教导我们 神是使我们有这种 安稳在你里面的心 交托给你 就让神做 当我们做完我们的本分 其他就交给主 主要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